作为助理 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 我现在就很喜欢你 度假村那边出现了点情况 怎么了 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我们的方案做了调整 但是必定设计部分动签 开工时间一定会延后 所以 所以 按照时间推算 一定赶不上 明年的金案奖评选 您只能等候年了 多一年的时间也未必是坏事 但是不能再玩了 很少有设计师像你这样 执着地去拿某一个 特定的奖项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同吧 其实得奖这种事 没必要这么矫正 随缘不好吗 我一直在等这个奖 就算是我的 终点吧 你还这么年轻 就讨论什么终点 得完这个奖以后 你就不过了 我只需要这一个奖就可以了 好吧 不过 我一直欣赏你的执着 还有 你怎么突然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希望我这种暗淡的生活里 可以增添一点光吧 你开心就好 不过 开心能让数据变好 那你就继续开心吧 啊 哈哈 渡假村项目暂时告一段落 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 明天 公司安排所有人 出去团见两天 谢谢老板 具体精神要去拿你们自己安排啊 好 谢谢老板 天哪 刚才老板笑了 这是怎么了 我没有做梦吧 他是不是恋爱啊 佳佳 那个你 你口红涂到外面 赶紧照着镜吧 小小您 环玲姐 这次你可能去不了了 你的工作还没做完 什么工作 美术馆的项目阐述你还没写完 而且之前交接给你的项目报表 也是急着用的 好 没问题 小娘 团建回来之前 把工作做完不就完了吗 这样可以吗 王凯 我说行你说不行 你是想跟我对着干呢 还是给江小宁打包票呢 江小宁 能不能完成 可以完成 谢谢凯哥 没事 小意思 我就看不惯他独断专行的样子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没事 好 好 用 好 你 绝哥 有什么事一定要当面说啊 你刚刚出差回来应该回家休息的 我出差回来带了一些特产 回去带给奶奶和姑姑 谢谢绝哥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礼物 特产我能收 这个我不能收啊 晓菱 你要是拒绝的话 我真该生气喽 你送我礼物 我也生气了 放心吧 很便宜的 不是很贵重 我送你回去 你真的是没有销售 乖了 来 我给你带上 好了 好看 谢谢许哥 我上去拿个东西 你先回去吧 好看吗 看 好看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正在想明天 给你准备什么吃的 怕那边没有和你口味的 喂 老板 我有那么挑吗 不是老板挑 是我挑 作为助理 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 我现在就很喜欢你